八八水灾要就责包括了薛湘川陈造敏在今天都已经相继口头请辞了 向来当乌鸦的台中市长胡志强他这一回倒是不说重话了 烧替阁员来缓夹 他说说错话就请辞的话恐怕会让政府更加的不稳定 我们请周宜德掌握最新的情况 八八水灾就责风波已经有两位阁员薛湘川陈造敏相继口头请辞 第一时间胡志强给了这样的回应 我觉得最好不要因为讲错话就换人 尤其在现在这个关口大家都有点情绪化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厘清责任以后好好的决定去留 看看事情有没有做好 如果不小心讲错话立刻就要换人就要辞职 这个政府的稳定性不会够 胡志强重申呢政府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先来厘清责任 至于阁员有没有说错话还得再商着 不过另外呢关于马上九月份可能风雨欲来的内阁改组呢 胡志强也曾经是那个阁员的热门人选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 胡志强摇摇头不多做回应 以上是现场为你掌握最新情况 把镜头换个棚内 内阁将改组了那么向来被视为热门人选 但是对此胡志强他不做任何的回应 对此胡志强 对此胡志强 谢谢观看